大陆女星吴景岩2018年主演公斗剧《沿西攻略》翻红 后来也拍出《浩兰传》《上时》等话题度极高的作品 然而吴景岩一年多未竞组拍戏 外界留言四起 甚至有人指她被经纪公司放弃 对此老板于正做出回应 直指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并解释和吴景岩私下沟通的结果 于正十日在微博发文 坦言眼下吴景岩的表演陷入瓶颈 找过来的剧本很多 但能带给吴景岩突破的几乎没有 直言想去推的剧 大部分制作人都被固有思维洗脑 觉得她只合适演某一类角色 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因此跟吴景岩沟通过后 决定让她先停下脚步 学习表演 观察生活 上综艺节目与他人接触等等 相信能带给吴景岩不一样的收获 于正接着提及外界对推戏 引发的揣测 确实带给她压力 因此曾想过干脆 接重复类型的角色 一边赚钱一边找好剧本 或者她亲自帮吴景岩量身定做 不过疫情来临后打乱一切规划 找来的本子从以前的30家变成20家 最后只有个位数可以选择 但将就不是办法 好在余政看得很开 一番话充满正能量 人生本来就不是在战场上厮杀的 花500日红 只有演技才能旁生 接着提及不只是吴景岩 自己也曾在空窗期 学到许多 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 只有热爱生活才能有好作品 我2016年的休息给了我沿袭攻略 给了市场小屋这类的演员 最后透露吴景岩又收到新剧本 探望自己和吴景岩都能再进一步